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怕你奮起急追 真相揭破原來極美 讓我看你 多動人一幕氣 老廟, 你想好了沒有? 我記得你那晚真的出街蒲 那晚…那晚我很悶 我就去喝酒 對了, 你今晚重複做一次 想一想那晚你做過甚麼 你來 為甚麼問這麼久? 是不是有甚麼大件事 我不看憎恨你, 你看罰面吧 老表你定點 原來 來吧 我又不是說你 我只是說阿玉 你不要表錯情 你今晚沒甚麼事 你來那裡吃飯 阿線說今晚不回來吃 好 乾柴烈火 孤男寡女 我沒眼看 有眼看不見 好, 你保重身體 來了, 熱了 還有糖水供應 這麼招呼周到 看來是你而已 別人也沒有 還有大體 甚麼事 命運迷宮 命運迷宮 好 其實整件事是由一宗傷屍案開始的 表面看來是個女人插死的男人之後自殺 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 這件事根本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把女死者的老公回來陪問 他是文達石 他口口聲聲說不知道他老婆有姦夫 還扮得很傷心 其實我們查過他的鄰居 知道他兩夫妻的關係根本不好 但是當時他的表現這麼過火 反而值得我懷疑 我們問他的不在場證據 他就說那時候在看電影 就是第一天上正場的命運迷宮 我要他拿出證據 他就在銀包裡找了一張票出來 剛好我看過這部電影的午夜場 我就趁機搓他 誰知他就很搶手地說出這部電影的內容出來 搞得我都很懷疑 我們問完他之後我準備走 很偶然我看到他鬆開口氣 我看見他, 他立刻辦事 所以我很肯定這件事是他做的 平妹查到案發的時候 戲院小賣部的女生 曾經跟文達石發生過爭執 我認為他是刻意做的不在場證據 但是其他人就認為文達石是無辜 不同意我的說法 要怪就怪我自己的脾氣壞 打算再上去搓他 誰知他當時的態度很壞 我忍不住跟他吵起上來 還發生了碰撞 但是我絕對沒有打他 誰知這傢伙還惡人先告狀 投訴我打他 還上電視發大理說 搞得我上司向他施壓力 他分明就是耍我 他還害我被上司生了一頓 還不讓我再跟這個案子 沒多久因為證據不足 最後把案子裁定 女死者因為受不住男死者的糾纏 錯手殺人之後自殺 而文達石又逍遙法外 眼見著一個兇手沒有法律制裁 我調戲很不順 而且我本寶都花了 再這樣做下去也沒有人 所以最後我決定劈跑不下 算了, 很多事都要整定的 如果不是這樣你進不了寶亂 那就認識不到我 這是緣分嘛 對了, 看電影吧 幹甚麼?看電影很悶嗎 我記得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一場熱吻的電影 三分鐘的, 現在沒了 剪了嘛 上午夜場的時候 電檢處的人說他太老骨就剪了他 對了, 我朋友就製片告訴我 甚麼事? 文達石說謊 他說事發的時候 他是在戲院看著這部電影 他給口供的時候也提及過 這部電影裡面熱吻的電影 但是想見正常的時候 這部電影熱吻的電影是減掉的 也就是說他在正常的時候沒有看過 是在午夜場的時候看的 他在事發之前的確是進戲院 不過在很短時間裡面他出來殺人 好, 神經病 請問為甚麼要找黃先生 姓朱的, 你告訴黃先生 叫他馬上打電話來打電影家 請急事, 麻煩你 這個阿靖 有急事找他偏偏飛去過台 你別這樣, 冷靜點 壞人一定跑不掉的, 是不是 你看看你 阿靖子, 耍到我的手都燙了 你把水給你了 開 開 開… 等我, 開 阿靖, 上車 上車, 上車再說, 快點 司機, 請你幫我跟著全面的紅色車 請你快點 發生甚麼事?你別問太多 先打電話, 阿靖說去找那個 甚麼文達石爪晦氣 我已經搞出人命了, 快點打電話 阿靖子, 阿靖子 撞死馬了, 阿靖子 阿靖子上車, 阿靖子你等一等 閉嘴 你想怎麼樣 帶你回警署 你瘋的 瘋的那個是你 是你殺了你老婆和我的情婦 那天你根本不是去看的 那部電影是你已經搶著手看的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說 帶你回警署 你放手, 你放開 我親眼神 阿靖子,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冷靜一點 快點 拉開你, 別動了 阿靖 王Sir, 你真的要下火嗎 現在文達石爆了鼻子 在醫院嚴重傷 這件事就沒辦法了, 再做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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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Sir, 我踢爆文達石 當日殺人的不在場證據 那這個數字怎麼算 你自己做過警察的 你應該知道案子是一件還是一件的 你打傷文達石的事實 你沒得抵賴 另外你所給的新證功我們會調查 然後再跟上頭說說, 再開一塊塊錢 來呀... 試試我跟阿靖的精心結作 愛情糖水, 來 來呀... 勞完氣就要吃點糖水, 潤潤喉嚨 聽說, 最勞氣的不是阿靖 是她 大兄, 那你多吃一碗吧 那是呀, 那個文達石也不是人 勞手打女人, 還罵她瘋狗 就離譜了 他這樣罵你呀 那你不要給她 打她小人 甚麼時候都這麼聰明 那人家人哥和玉姐呢 還沒結婚, 已經像糖痴豆 我真的不明白你跟阿靖搞甚麼 越來越不像樣 不過算了, 我知道不關你的事 是阿靖的問題而已 不過我懷疑她呢, 這裡真的很不妥 想到一邊 我剛好也是回爸爸那裡睡 免得你這裡有問題 真的餓餓天亮 吃糖水吧, 來吧 謝謝 阿倩 洗澡了, 爸爸 是呀 你還在想阿開和阿靖那件事嗎 你一直說阿靖的事太過分了 阿靖得罪人多 他這樣做人很吃虧的 讓你來煮酒肉 阿倩 阿倩 幹甚麼 是那個水晶杯 甚麼水晶杯 在擺酒那個晚上 阿開和那個部長文大石爭執過 打破了一隻 是呀 我剛在他家見到另一隻 真的 那肯定是他貪心拿了回家的據為己有 我覺得警方事後一直都找不到這杯 爸爸,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跟阿靖說 是呀,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我的意思是說呢 我跟阿靖的關係一直都不好 他會釘死我的 雖然以前我也有殺人的嫌疑 可是一路都只有一個說字而已 沒有證據的 可是這杯是唯一的證據 如果下了是正手, 我水洗也不清了 阿倩, 那個杯子... 你...你總之就不要說話 不要說出去 我想回去買這杯子回來 誰呀 誰呀 你就是文先生 你那天不是在酒店那個 是... 我和你不是很熟, 你想怎麼樣 文先生 這裡...這裡是五千塊 五千塊 我就是想要那一萬的杯子 甚麼呀, 哪一支杯 楊少爺, 我再給你五千塊 我知道那杯子肯定在你身上 這一萬塊 況且你知道那杯子肯定是你們順手牽揚的 你不要亂說 警察也沒有查我 對不起 那杯子肯定在你身上 對不起... 那杯子對我... 不是...我老闆...對我老闆很重要 因為那杯子是紀念杯 你給我吧 紀念杯 謝謝你 對了... 不對, 你當然記錯了 我明明記得那杯子是呂家送太太送的 我明明知道, 又會關你老闆的事 我知道了 那晚那對新人死了 一定是關那對杯子, 是不是 這個... 那是那盤子屬於你個家 如果我iplocum 你更想如何 你想怎樣 一百萬 一… 你是不是逆掉了? 你信不信我告訴警察 看你的樣子這麼害怕 那女生人一定是你殺的 別這麼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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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我只是當樓面 我管你甚麼皇親覺戚 總之不要弄著我 這種人被他踩下一次 遲早一定有下事 無論如何都要發一次 讓他沒那麼刺激 文德先生 你膽敢追我不能出來見我嗎 我待會兒回來看你怎麼避 待會兒又撞到 真是撞鬼了 爸爸早安 早安 昨晚睡得不好嗎 是啊, 手軟軟痛痛的 整晚都睡不著 睡得今早早才睡得著 你弄損了嗎 不知道是不是反睡 弄損了也不知道 吃吧… 不是吧, 假裝都不睡 真是走雲達石灰氣 不是, 你不用睡嗎 為了身上靜移替天行道 睡著一晚半夜沒所謂 是啊, 那結果怎麼樣 怎麼樣 這傢伙真是害怕的 我整晚沒回家 如果下次讓我… 如果下次讓我知道 你還得了 以後你送我回家 我真的不會讓你走 好, 要留在那兒就不釘人 讓你這麼空閒走天亮 看看你的樣子 殘成怎麼樣 我沒做過甚麼 是啊, 只是吃了兩種嘛 喝杯咖啡吧 今天還有一段時間你熬 朱Sir 幹甚麼 有一群警察來了 想請他回協實調查的 你有沒有搞錯 懷疑我殺人 你先別這麼衝動 你昨晚的確打過他嘛 那你很有可能是回頭 再跟他發生衝突 然後錯手殺了他 神經病 是正常人都會這樣推測的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目擊證人 看著你天亮六點 離開文達石家裡 你知不知道這個證人 會對你很不利嗎 我是去找他 但是敲門沒人應 我就走了 好, 那你再說一次 你昨晚離開一家警署之後 你去了哪裡 昨晚我被你擦廚 打傷文達石之後 阿倩和Diana 就去了我家吃糖水 大隻狗也在 那之後呢 接著大概十二點左右 對了, 阿倩說自己先走 那我送Diana回家 然後我自己去逛街 走去哪兒 我沒有目的, 到處逛街 逛逛逛肚餓 那見到一個賣果精種的叔叔 那我就幫忙他 那我爹兩句多好聊 那從兩點多到差不多天亮了 再跟著呢 跟著想到媽媽的事越來越不順 就回家裡找他 沒有人應援 那跟著我也走了 好, 再跟著呢 跟著呢, 我就回家洗頭洗澡 換衣服, 上班 然後在辦公室 就你帶我回來協助警方調查 懷疑我殺人 老表, 你別這麼衝動詞 阿靖也是想幫你 但是你的口供很堅強 叫人怎麼相信你 你又不相信我, 你又不相信我 好啊, 你可以找賣果精種的那個有數 你問清楚 有件事想問問你 當晚阿開去找文達石 他當時是不是很衝動很火爆 我已經說了你來找他的目的了 你說不說這案子嗎 沒錯, 阿開是好朋友 但是他的確好有可疑 這是你主管認為 不是, 是客觀的環境因素 令我懷疑他 你也知道阿開有一個怎麼樣的人 他這麼衝動的火爆 我真的怕他當時是一時衝動的 那文達石這個人 也不妨能去哪兒 可能他有很多仇家 文達石不是一個善男信女 要殺他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是, 拿著杯子回來 文達石 你幹甚麼 沒甚麼 你是不是想了些事 你不要跟我說 有點頭疼, 我還是想回家 甚麼事 我不想再聽任何關於這案子的事 豈有此理, 那個阿正這樣也行 你不用這麼嚴謹 那是嘛, 你說阿開怎麼會殺人 離譜也不相信他 我們明天要繼續打小人 你還打你手不痛嗎 手痛也要打, 要打壞的阿正 我陪你去張玉姐 好… 別搞這麼多事了, 很煩的 你還好說, 我還沒說你 再見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你單獨行動 如果你不是單獨去 怎麼會搞出這種事 不過我也不笨 叫你送我回家的時候 他樣子好像心心不分那樣 我知道你會找他的 但為甚麼我叫你, 你不回家 你怎麼搞的 還沒過門, 像個老虎那樣 阿開, 平日牙刷刷 現在終於有人自到他了 他問你又不回答 你不喜歡吧 算了, 以後都不理你 我不說話就代表我正在內疚 這樣吧, 以後有甚麼事都要預算 好嗎 算了 等我吧, 等我來 甚麼阿神來 進去 阿神, 坐 我倒杯茶給你 坐 你的事我已經知道了 你現在沒事吧 現在還不用坐牢 不過如果你阿靖 再這麼不懂的話 遲些就很難說了 算了 我沒有殺過門大蛇, 我不會有事的 大帝哥 甚麼事 反而我現在想去門大蛇家看看 那怎麼去 靠你 又我 周圍環境的事不要碰, 留下指毛你麻煩 你聽到沒有, 要不然水洗都不清了 那門有沒有被人叫過 沒有 那也有可能是死者開門給兇手 進來發生一個爭執書搞得這麼亂 進去看看 我去 你幹甚麼 幹甚麼?我是你才對 你就是用這個手去洗的 你說甚麼?究竟發生甚麼事 你還說謊 剛才跟我開過的去門大蛇家 我就是水晶杯已經不在了 你自己做過甚麼 殺人的兇手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了, 就被拘捕了 為甚麼?為甚麼你要這樣做?為甚麼 阿善, 我是被迫的 我已經用了一萬元來收買她 誰知道她貪得無厭, 臨時說要一百萬 她知道那個水晶杯 跟婚禮的死人事件有關 所以她就要脅我 你搶回這杯子 可是她又不給, 後來我們就打起來 我錯手殺了她 我錯手的, 我不想的 我真是不想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弄成這樣 我不知道 那阿開 阿開她沒有人, 她沒事的 沒事的 阿善, 阿善 我不想坐牢 我一坐牢我就沒命回來了 阿善 阿善, 你體諒爸爸 爸爸已經一把年紀了 我不想死在牢裡 就算死, 我想死在你媽媽和你哥哥的身邊 你不要再說了 阿善 你放心 我沒有跟他說了 阿善 怎麼樣?阿萍, 甚麼事 劍師報告死亡時間出來了 文達石應該是在半夜三點至五點被人殺死的 那就是開了一個嫌疑 你們測賣總佬那邊, 測得怎麼樣 我和我華仔走到腳都批下 都找不到賣總佬 街坊說兩晚都沒見過賣總佬開工 他們還說不可以肯定案發當晚他有沒有開當 在婚宴當晚, 文達石也在場 會不會是他知道這些秘密所以被人滅口 大家分台去查一下 看看文達石遇害當晚其他人的不在場證明 是, Sir 現在各方面的證據, 環境, 因素 全部都對你很不利 而死者的死亡時間又是三點到五點 我說過了 我那晚跟有叔聊天聊到五點了 我跟著才去找文達石晦氣 可是我們根本找不到那個賣總小販有叔 連街坊也說沒見過 那你真是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 我抓了你 黃一靖, 你好久了, 你問夠了沒有 你不要再問了 那天呢, 阿開送完我回家之後 根本沒走過 他一直陪我陪到天亮 那你們兩個不是... 是啊 他之前所錄過口供全部都是說謊的 不過他說謊都是因為想維護我 他不想我被人笑而已 對不起, 阿開 Diana, 我想聽解事實 不想聽你的故事 你不是真的想說有事嗎 Diana, 你別這麼衝動 阿靖現在正在幫我 文達石的死亡 也有可能是跟詩小曼, 江友堅 以及Carmen的死亡有關的 你等警方來處理吧 這次我們的任務呢 是要找到賣總的那個有叔 這件事對朱赤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們怎麼看呢 還用怎麼看呢, 去馬吧 是呀, 就這麼決定 其實好像也不關我們兩個的事 是呀, 況且調查這件事 一向都是你們比我們厲害的 你現在說甚麼 開國平時對你們不好嗎 算了 Linda, Sam 這些事我知道是要講自願的 我不會勉強你們的 不過最近呢, 我在做一個 關於加薪的提案要給人事報的 可是如果我自己個人跟這件事 或者少了人幫忙的話 我想這個提案有段時間都做不完 周小姐, 我們想過了 大家都撞了一條船 我應該要出點力氣 是呀...朱sir一向都對我們不錯 況且我的人是有恩必報的 好 誰呀? 我來, 請啦 請啦 我來, 請啦 請, 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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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大海撈針似的 放心吧, 明天遲了 一定會幫你找到的 希望 阿開是無辜的 明天不會冤枉好人的, 是不是 我先洗個澡 你試想清楚一點 當天施小曼打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細節 你是忘了跟我們說的 沒有, 我已經甚麼都跟你們說了 他說想起一些很重要的事 要跟我說, 要我馬上找他 那電話是不是你直接接的 不是, 是財叔接的 那天你們跟江山談完 我送你們走 電話響, 財叔接接著叫我聽 我當時還擔心 他會認出小曼的聲音 其實是多餘的 他根本不認識小曼 王Sir 世伯 原來你們不是來探望世伯吧 我們有些問題想問你 早就猜到了, 問吧 詩小曼最後那次打電話 是不是你接聽的嗎 我不認識誰是詩小曼 即是在五月十一號那天 你接完之後 再叫胡廣賢聽那個電話 是呀, 他說找阿賢的 那就叫他聽 那他有沒有說過其他事 沒有, 他還在找他 麻煩你想清楚一點 我現在想得很清楚 當我把電話給胡廣賢之後 我自己回到房間做自己的事 我沒有興趣理人家的事 你明白了沒有, 清楚了沒有, 王Sir 老伯 老伯 這車撞死了就好了 不用天天天折亡我 老伯, 你別這麼說 你說不是嗎 那個王一靖像瘋狗咬著我不放 他遲了要逼得我自殺 我死給他看, 讓他心涼 老伯, 你不會有事的 老伯, 老伯 我們林家做錯了甚麼事 你老伯被火燒死 你媽媽又死亡 讓我們父女倆相依為命 老伯, 沒甚麼捨不得 就算我將來坐牢也好 死了也好 不要緊 可是最不忍心 就讓你一個人孤零零在這裡 老伯, 你不會有事的 你別胡思亂想 好, 你馬上通知阿聰和阿樊他倆 叫他一起去 多些人好做事 是不是找到有叔叔 是呀, 阿楓找到他住在斷石山 馬上去 老伯, 老伯, 請問有個六十多歲 萬中的阿叔住在府裡嗎? 走到腳都遠, 一樣無聊 沒門牌, 沒地址, 怎麼找 阿叔住在府裡嗎? 收到正說 你那邊有甚麼環境 無聊 阿哥…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你 知不知道有人叫有叔叔嗎? 他賣種的, 他的種車上面 用個紅有數到一個紅色的種子 他只是住在附近 不會 對了, 阿叔, 你在哪裡擺檔? 附近, 不是推駕車才幹甚麼? 那你不會去遠憶的地方嗎? 不是不行 去到哪裡, 鎖到哪裡 多數是橫街後巷的 那可能有叔也會這樣做 阿叔和老闆, 找到沒有? 附近兩條巷都找不到 趁有時間, 我們快點分頭找 我們去那邊 我們去那邊 去吧 怎麼樣?你們找不到 難道真的找了一個賣種的 怎麼這麼懶惰? 我暈了, 不要這樣 是他了 有叔 有叔, 你是有叔 我們找了你很久 你是… 我們有開的朋友 你記不記得上星期二 有個年輕人跟你聊天 你一邊做生意 他一邊陪你聊天哥那個 是呀, 記不記得? 你們搞錯了 我今天才是第一天開檔 不過這輛種車是有叔頂給我的 那我們怎麼可以找到他 他現在在哪裡 他進了醫院做手術 想不到我一個這麼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弄得你們這麼多麻煩 有叔, 你又不對 你那天說的那個秘密原來是自己 你進醫院做老手Sir 為甚麼不告訴我 還要騙我 是呀, 阿Sir 我可以替他做證 那天晚上他在我檔口 從兩點多一邊跟我聊天 聊天到早上五點半 半步都沒來開過的 還吃了我兩隻種 你這次無法屈我開 算了, 不跟你算 開沒事就行了 對了, 替你補了 待會兒請你吃一頓好 我要吃有叔做的種 有叔的種真的不錯 快點出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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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你沒事吧 有叔, 我們先走了, 你休息一下 我去洗手間 好 拜拜 阿倩去哪裡 他說去洗手間 不過我看他好像不太開心 好嗎? 你這個人有時候做的事真是古靈精怪 和我賣腫腦都去談一整晚了 我沒有人嘛 有甚麼好談 人生哲理 人生哲理? 你以為人生交叉怎麼樣 我問你 假如你身懷絕症 你會不會跟你最親的人說 你們兩個人就是談這個問題 要談什麼? 你以為你會怎麼做 我嗎? 你呀 這個絕症的秘密 可不可以告訴自己的警察 你還沒回答我 我嗎? 不會吧? 我就不會了 為甚麼? 很簡單 不想他們擔心我 那你當時沒察覺到他有甚麼不同嗎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他的秘密 如果他有心隱瞞的話 不能看得出他 但阿倩就不同了 你也看到了 阿倩是那些不懂得隱瞞的人 我也是同感 我覺得那個世伯 他是很無理地針對我的 目的可能是 他不想讓阿倩跟我接觸那麼多 除非他身有事 還有, 原來詩小曼 最後打給胡廣賢的電話 是世伯聽的 他會不會偷聽? 我就是這麼想 大膽的假設如果是真的話呢 那他殺詩小曼的可疑 也可以成立 不大為甚麼 簡單理解就是因為詩小曼 知道他殺人的秘密 那文達石的死呢 也是因為文達石知道分現死人的秘密 那就是說三宗案件 四個死者也有可能是同一個兇手做的 其實世伯一早已經承認想殺人了 只不過當時是你打破他的杯子 那對新人喝的毒藥就不是他下的 那是甚麼意思 那如果他說謊 也可能帶齊兩種毒藥以防萬一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兇手一定是他 無論是動機、各樣全部合理 那抓人吧 抓就抓, 不用證據 我上次提議去文達石家找我的時候 我健碩說 大安娜就進了房間看 那剩下阿倩一個人在客廳 我覺得她古古怪怪的 難道她和兒心文達石的死 和世伯有關嗎 你說她知道多少 怎麼這麼早回來呢 你沒事吧 沒事的那個是阿開的 他們已經找到和他一起的那個證人了 不好, 我說過了 如果他沒做過, 一定沒事的 你說得對 如果你沒有下毒殺人 你也會沒事的 我都很希望自己帶保護藍骨 如果不行呢 和開 我們有些事想問問世伯 你怎麼樣呢, 王Sir 我想知道文達石遇害當晚你在哪裡 我是指不在場的證明 希望你不要怪我, 這是我的職責 怎麼這麼怪你 當晚我喝了一點酒, 有點醉意 所以很早就睡, 常常在家裡 阿倩和我一起, 他都在這裡 是嗎, 阿倩 是呀 我和我爸爸早睡了 不要離開我的家伴父 如果沒有其他人問 我們想早點睡吧 那打擾了 那打擾了 阿倩, 別想太多事了 早點休息吧 我今晚還是回阿雲那裡睡 阿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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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倩, 回來了 我來了 臉色有點難看, 沒甚麼嗎 沒甚麼 有甚麼事你不怕跟我們說 或者我們可以幫到你 有甚麼事 我沒事, 爸爸也沒事 阿靖剛才到爸爸那裡問問 也沒甚麼事 阿靖, 阿靖是這樣的 甚麼都秉公辦理 阿靖, 有時可能會大意滅親 她也照樣做的 我們也要學一下 怎麼體諒她的 其實你不必等 孤枕夜深度凌晨 若果痴心 這磨也叫安分 是否這叫天意 是會有快樂與不幸 怎麼我活前 活覺醒的過路人 阿靖, 阿靖, 阿靖 隨時隨地遠雪聲 奔擔你的苦痛與憂 隨時隨地換角色 金魚等候 無論是我還你 也許不捨不疲 但你卻各自有天地 無論是我還你 同樣的金魚去守在這地 其實將我將你 借半天一心裡 你不靠一旦 你不靠一旦 警覺